大家好,这节课为大家来讲解产品的需求管理 产品的需求管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产品经理主要是在围绕着各种需求在进行开展工作 无论是需求的提取,需求的创意,需求的设计 还是到需求的实现的阶段 包括去跟踪,去推进整个产品需求的成型,产品形态的打造 到最后产品的运营其实都是至始至终在贯穿着产品需求的管理和产品需求的优化 其实产品的需求管理除了在思想上,思路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过程 还有一个理解的过程 同样在工具的运用上,包括具体的实施实践的过程中 也是需要有很多的注意点 这部分的工作对产品经理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技能层面的,除了一些与人沟通方面的工作之外 产品经理有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需要投入在需求层面的工作上 所以希望通过这部分的课程能够让大家把产品经理最为基础 最为根本的工作内容做以深刻的学习和理解 便于未来在工作中更好的去发挥作用 产生价值 为什么产品经理需要做大量的产品需求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张图片 就是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多格漫画 来讲述这个关于用户需求 关于产品需求的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客户讲出来的他的需求 可能是树上需要有一个台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鞠钳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鞠钳 它会有多个这个分类 多个这个板子 可以去做这样的分割 然后项目经理 我们之前也讲过 其中一种角色 PM 他是这样理解的 他只是 这个理解就和用户 客户描述的这个需求有偏差了 他理解的这个鞠钳可能都当不起来 但是基本元素都是有的啊 主要的一些交互方式 或者产品的这个形态 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他理解的是这样的 系统的这个整个市场的分析人员啊 或者这个BA的同学啊 他们可能会这样理解这个用户提出的需求 这个就有点非常虚了 不接地气的一种产品形态啊 然后程序员是这么编写的啊 程序员自己加工好了这个 自己理解了这个用户提出的需求之后 把我们的产品就会开发成这样啊 如果没有产品经理做这个需求管理的话 商业顾问啊 他们面向的是这种商业设计的需要啊 需要去跟我们大量的用户去传递一些产品 嗯 更加宽广的未来啊 更加有价值的一些层面的问题 所以他会把这个需求最后描写成 在这个鞦韆上加了一把非常舒服的椅子啊 背后闪着这个点点星光啊 点点金光 把这个产品包装的非常的 非常的绚丽啊 非常的绚丽啊 项目计划书写出来是这样的 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 就在天地间 有这个需求自由的去创意创造啊 然后在操作中用了这样的工具 那只写到了 大家都这样理解 就用了一根绳 然后树 树上挂了一根绳 这个就是整个需求所需要产生的工具啊 我们的客户啊 包括是一些第三方 他们是这样打造他们的这个产品形态的啊 过山车也啊 非常的非常的刺激啊 非常的爽 最后啊 产品可能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持形态 就只有一个树桩子啊 它是一个基础 而本来的这个需求啊 本来的这个需求 可能就是一个树上挂了一个轮胎啊 让用户能够做一个怀旧啊 想起儿时的一个情景什么的 这个就是用户的真实需求 所以可以看从图上看啊 每个人对这个需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对需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 每个角色每个岗位 包括在不同的阶段啊 所以啊 就需要我们产品经理 去很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需求 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需求 我们都说啊 产品经理 是在做这个CEO的预科班啊 预科班 所以产品经理每天考虑的问题就是啊 要去挖掘 要去收集各种各样的需求 进而把这些需求啊 进行充分的分析 充分的理解之后 形成产品 或者形成一些需求的形态 服务也好啊 有型的服务 有型的这个产品形态也好 或者是无型的服务也好啊 要贯穿始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产品需求啊 一般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的过程啊 管理的过程 包括产品经理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要做哪些工作啊 第一块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啊 就是产品经理需要去不断的去收集各种各样的需求啊 其实需求 不会少 需求点不会少啊 每个产品经理工作中周围都会充斥着无数的啊 可能形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点啊 这些想法 他可能会是怎么来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阶段啊 包括需求采集的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 需求的采集啊 我们可以去这样看啊 我们的这个产品经理周围周围的这个需求来源啊 从这个渠道上来看啊 他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方向啊 三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公司内部啊 这公司内部不断的会有人来告诉你啊 我们的产品 有可能是啊 这个已经是成型的一个在线产品啊 所以他可能就是在需要不断的优化迭代 这个时候就会老板会经常会告诉你一些啊 我这个产品当今天啊 未来可能这个阶段想去做个什么功能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门或者同事啊 包括什么市场的啊 还有一些客服的啊 这些同事 因为他们经常会接触用户啊 接触用户会直接的啊 给你反馈 给你反馈 这个产品有哪些新的需求点啊 还有一块啊 最重要的这块 那就是产品经理需要自己去策划啊 去创意 去挖掘一些新的需求 一些新的需求 无论这个需求是基于已经存在的产品形态 还是说我要新起一个啊 新起一个产品创意啊 重新去拓宽一个啊 产品领域 之前没有做过的啊 这个是产品经理的很大的一块啊 很大的一块 还有一块是好像一个方向啊 公司外部的 那就是产品经理也会去接触很多的这个用户啊 客户 包括一些合作伙伴 他们也会不断的反馈产品的需求 产品的需求 嗯 像像我们现在啊 就是在我的这个工作的经验中啊 就是产品经理 啊 当你自己负责这个产品啊 分成两种情况 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 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所以你需要去广泛的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挖掘啊 这部分的在这个阶段啊 如果是从无到有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阶段 需要产品经理 在这个渠道上啊 投入大量的工作去做啊 如果你的产品已经是 达到了生命周期的一个平台期啊 或者是 这个产品已经不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这个阶段 而是做从一啊 做到一百 做更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 需要去更关注的是 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这两个渠道 有可能你公司的 高层给你的这个产品的定位啊 包括一些策略上的一些 战略上的一些指导 或者是方向上的一些指导 往往会决定你的这个产品的需求 啊 想想需要去往哪个方向去做 同时啊 用户还有客户伙伴这些 这些周边的啊 第三方的一些资源的渠道 获取到的去获取到的需求 往往更能够去影响你的产品 影响你的产品去去做啊 啊 这个是会跟你具体所负责的产品 有很大关联的很大关联的啊 这里给大家留一个小的一个题目啊 就是大家啊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已经是这个产品经理 在做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了 大家自己来划分一下啊 当前你手上你你周围在做的这个产品经理需求啊 在做这个需求的时候 大概啊 这三种渠道的比例是什么样 然后你自己现在啊 工作重心是在哪个方向啊 这个需求来源的这个工作重心是在哪个方向 这个可以大家画一个图表啊 画一个图表啊 我们去在一个cell里面去把我们的这个啊 需求啊 需求通过来源的这个维度啊 做一划分 做一划分 好 跟大家定义一下啊 这个左页的格式啊 左页的格式 我们用一个cell可以去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需求管理表 需求管理表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类啊 把它分成几类 就这我们对应的三类啊 一个是自己提出的需求 一个是公司内部的需求 还有公司的外部需求 啊 这个表我只是给大家搭一个简单的框架啊 搭一个简单的框架 这个需求可以包括什么啊 需求管理 一个需求的描述啊 需求的描述 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下这个需求的性质是什么 啊 性质可能会有几种啊 这个是我在我们公司会经常用到的 一种就是优化类的需求 优化类的需求 还有一类是新增类的需求 嗯 优化类是什么 就是基于之前啊 这个产品已经有了啊 某一个功能 可能这个需求点已经有了 我们需要做得更好啊 所以做这个优化的需求 还有一种是新增啊 之前没有没有这个需求啊 之前在产品上线的这个阶段里面 没有包括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把它变为一个新增需求 还有一种是啊 Bugfix啊 那就是这个需求 虽然已经在线上了啊 但是这个需求点是存在问题的 它和优化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优化是指 它已经可能已经达到60分了啊 能保证用户的一个正常使用 但是我们想把它做得更好啊 做到100分 那我们就去提一个优化的需求 但是Bugfix呢 可能就是连60分都不到啊 不及格 那用户就连使用这个需求 满足它的要求啊 都不可能达到 那它就是一个Bugfix 还有一种啊 还有一种idea啊 这个就是完全一种拓展性的啊 创新型的一种需求性质啊 就是啊 可以发挥自己个人空间啊 发挥这个产品的一些未来的啊 探索未来的一些需求 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个idea的需求 然后就是需求描述啊 需求详述 你一个需求需要拆的比较 比较单一啊 就是拆的比较细 才会去这样记录 这样的话 你才能看到你在 你的这个需求啊 就是每一个点都是非常具体的啊 非常完整的一个点啊 这样的话会好一点 不要写的特别大的内容啊 需求就把整个一个完整的产品 整个的这个需求都写在一起啊 其实每一个产品的需求是可以细分啊 拆分到很细的很具体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12345啊 比如说这五个啊都是同一类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excel很容易去建立起一个啊 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组啊 分组和分列啊 分类会组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去啊 这个我现在没有做啊 就是你可以去定义啊 这五个是一个 这五个需求是同一个关联关系的啊 我们可以把它混合化到一起啊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就这个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啊 无论是自己提的还是公司内部 还是公司外部 把这个备注信息一定要补全了 尤其这个时间啊 尤其这个时间 还有提出人 提出这个需求的 尤其是公司内部或者公司外部啊 不是你自己提的这个需求 由别人提出的时候啊 他们会 在多次沟通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需要知道他是谁 这样的话才可能更好的啊 未来有问题的时候去追溯一下 这个需求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括有一些啊 因为这个跨部门合作啊 或者是需要去进一步去了解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还需要去持续的跟这个提出人去做一个沟通 所以把这个要信息要补进来啊 包括这个提出时间 提出时间为什么很重要啊 产品经理在做项目管理的时候 这个时间成本啊 这个他之前跟大家也讲过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需要去看这个需求提出的时间啊 是不是有效 包括当前这个需求 是不是处于这个可以去推进的一个环节啊 还有一块很重要啊 就这个后续计划啊 这个我做了一个啊 下拉的选择了啊 就是已经模板化这个表格 更好的可以去管理 我们一般会包括几种后续计划啊 一个就是排期 那就是说这个需求 我已经啊 确定要做了 我可能很快就可以去安排这个开发的资源啊 测试资源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情况 我需要把这个需求去更好的去啊 做一个推进 还有这个留存 那可能当前这个需求不合适啊 和这个产品发展阶段 包括和公司的方向啊 公司的市场方向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关联 不是很合适的时候会把它留存啊 或者是暂缓或者暂缓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这个是不太一样 暂缓呢 可能是过上短时间啊 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我再把这个需求提出来 我去排期开始做 但留存可能就是说这个周期会很长 我不一定在什么时间再去推进这个需求了啊 还有合并啊 那就是这个需求可能会和别的一些需求有关联关系啊 那我需要把这个需求和别的合并一起去做 还有搁置啊 那就是这个需求可能不是特别在当前这个阶段啊 或者是在产品的某个阶段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那我就会把它搁置 当然这些东西 因为产品经理周围会有大量的需求产生啊 所以你需要去把这些需求点都记录下来啊 更好的管理起来 更好的管理起来 这样的话 未来你的需求工作啊 产品经理的主要工作都会非常的清晰啊 非常的清晰 同时同时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表以后啊 我们可以定期的去看这个数据的变化啊 比如说我自己提出的在这个月啊 在这个月有20条 有20条公司内部公司外部啊 别人给我反馈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可能就会反映出当前你的这个产品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可能就是在产品的出生啊 刚刚刚起步刚刚诞生 所有的重要的工作主要还是产品经理在完成 而相应的其他的 比如说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的这个需求来源更多一些的时候啊 自己提出的相对来少 那也很很正常 那可能就是在产品的平台期啊 或者产品运营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有大量的这种需求产生啊 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时间的维度去再一步去分解产品经理的这个具体的需求管理工作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产品经理应该去做啊 更好的去把控自己的产品需求啊 好 结合这个具体的例子啊 然后大家去完成一下刚才跟大家不知的那个作业啊 把你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是产品经理啊 把你现在手上啊 周边的这个你负责的产品的需求做一汇总 如果你现在还不是产品经理啊 那你就做一个这样的表格 然后自己去想一下啊 比如说你拿你手机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啊 具体的一个应用 你就去补充啊 你可以可以把自己已经假设成为一个产品经理啊 自己去补 我自己提出的产品啊 这个这个啊 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啊 周边朋友如果也同时在用这个APP 他们给你反馈的一些问题 包括他们如果能够给你一些需求的上的想法 那你去把它录入到这个公司外部 公司外部 所以这个表你至少还可以填两列啊 一个就是自己提出的需求啊 一个公司外部提出的需求啊 这个作业请大家完成一下啊 好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这个是产品需求的啊 渠道的这部分管理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这部分人的事情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感谢观看